低頭哀悼中國國臺辦副主任 樓明彪12號組吊焰團 到江蘇大爵寺吊焰新雲法師 一旁站著 前中國宗教事務局長 葉曉文 樓明彪致詞特地亦有所指 臺灣政府卡中國人 赴臺 不過行政院長陳建仁 狠狠打臉 根據機制 中國官員想赴臺吊焰 須透過國臺辦向陸委會提出人數跟名單 陸委會將安排行程跟為安 一天內即可答覆 除了遭註記不得來臺的人 其餘沒有限制 不過樓明彪率領的38人吊焰團 內涵12名官員 卻直接透過佛光山傳話陸委會 不跟機制走 新雲法師園級大典 陸委會共批准120位中港人 男士申請實際入境91人 都是新雲法師陸港親友 各界四有信眾以及宗教人士 樓明彪算吊焰團 不遵守兩岸機制 想跟著親友團偷渡在先 到大爵寺 樓明彪還喊話佛光山身眾 希望大家繼承新雲法師一致 推動兩岸交流 為祖國統一 五千字左右的一個遺言 幾個字說到跟這個兩岸的關係 就是我對兩岸視如一家 樓明彪先生硬把這個新雲法師 沒有講過的話說出來 如今中共藉由新雲法師 圓級大典大大通戰 政治謀算在牽扯宗教 難免引發外界反感 視頻請我請見 請我看不到